好的 要来跟大家正式的来介绍我的新家了 好的 首先我们就从玄关开始介绍 那我家的门锁是有换成电子锁的 就很方便 那这个玄关的部分呢 当初设计就是这里是放一个暂时的植物区 然后对讲机我是特别直接牵线已过来 是有花一个依对讲机的费用 然后这里有三个灯 然后我有设置了一些光源 然后上面全部都是鞋柜 上面全部都是鞋柜 然后本来这一面是要放镜子 想说可以照镜 可是后来发现你看到我的人 有看到反射吧 我的人脸在这里 那镜子设在这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然后下面抽屉跟鞋柜 整面都是 然后下面其实我有做间接光 只是被我现在堆满了一些袋子跟盒子 有点被挡住了 好然后这个桌面我是选择用玻璃 因为其实在桌面台面放东西放久了会挂上 所以要放玻璃 接下来带大家介绍我的电器柜 电器柜 怎么电器柜这么多东西呢 因为我没有这么多电器可以放 但我有很多的杂物要放 上面这个是高柜 然后这里我会选择比较晚开箱 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家里比较有人味的状况 比较真的有像主人住久一点的真实情况 一定要有然后甚至也等收纳柜来 因为收纳盒很重要 不然这里摆全部都东西会很乱 那这边会放一些我的什么泡面啊 然后快煮面啊罐头 大月麦片等等调味料都会放在这里 那这一层是我的印表机 好接下来真正有电器的时刻 厨房会用到的电器 我的气炸锅非常好用 煮饭烹调快速 然后这个小电锅 我的大同电锅 也算陪伴我很久 搬过了好几个家了 个人厨房空间 这个厨房的烤漆玻璃啊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颜色 是带亮粉的 黄色带亮粉 可以开灯给大家看 对这个亮粉 我觉得在这里煮 做饭就会 菜就会有很好吃 很温暖的感觉 然后这是我特别去装的厨下热营 前阵子才装好的 我觉得很好用 那给大家看一下 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是一个人住 所以一个炉子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它是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新家是电桃炉 那我是人生第一次使用电桃炉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就是 它很好清洁很棒 那下面就是一些 我的锅碗瓢盆 然后会放一些 我的厨房用品 等等之类的东西 然后上面一样有高柜 然后我的洗澡的碗都是放在这里 沥干沥水 好 接下来要带大家看一下 很常在现实动态 看到我这个很漂亮的镜子 里面全身一进家门 就会看到这一大面镜子 是不是超级美的 这一面镜子是灰镜 它不是明镜 它是一般的 它是特别的灰镜 本来要选茶镜 但后来跟设计师讨论 它是说灰镜很有质感 那我看了照片 我觉得OK 就灰镜了 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明显 哈哈哈 对这个灰镜 刚进家门就会看到 那这面镜子非常大 然后这个是圆弧形的 都是也是我亲自参与设计 然后它是最后最后才贴上去的 不然很容易会去撞到 好推进去就会看到别有洞天 真的超美 超级美的嗨 哇塞 太美了吧 自己惊叹 我这个花砖是我一见到 我就说我要这个 我一见钟情 我对这个花砖就是一见钟情 然后这个是超级马桶 棉质马桶 马桶也要特别介绍吗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个也是使用跟它颜色接近的大理石 所有的瓷砖都是我挑自己选择的 还有这个旁边的这个边角也是 然后你看我本来厕所是更大 大到刚刚的这个冰箱这里来 所以说你看我现在透了很多的空间 然后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原本的设计马桶在这里 shower在这 就是领域空间 然后里面是一个大理石 超大领域档 可是我 我觉得我用不到 你看台北寸土寸金 一瓶就这么贵 我真的是觉得 决定要把它打掉 所以花了比较多的钱跟时间 就是在做这个泥座的部分 然后这个是我在淘宝特别定制的 的这个成价 我觉得很好用 它很便宜 跟我的特别选择的黑色水龙头 是不是完全是无违和感 我很喜欢这笋 这笋盒很好用 它完全不会溅水 很棒 好的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圆镜 这个圆镜是我在虾皮买的 很便宜喔 这个圆镜 因为你看我家一走进来 是不是空间已经不大了 所以我就没有选有边框的 我就直接选无框的 而且我要给大家看 我的这道隐藏门 不是只有这一面有镜子喔 将将 是两面都有镜子 嗨 怎么又看到我了 耶 我家什么没有就是镜子追播 为什么好像比较拧身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这一面是明镜 然后外面那个是灰镜 我特别指定要 外面灰镜 里面明镜 也是我的小巧思 我PO了一张照片 很多女孩为之惊叹 超级爱的 整面的卫浴淋浴花墙 超美 我跟大家说我的卫浴很大 因为偷了空间 这边没办法做其他用途 所以这个我的卫浴就是 灵浴空间就变这么大 而且很棒的是 我的灵浴空间是有对外窗的 所以我的卫浴不太会有机什么水垢 因为不太会潮湿门热 它们很通风 我觉得很好 我很喜欢 而且我没有用窗帘 因为我觉得这样透光很好 我就躲在这一系 给大家看一下 我很喜欢用间接光 我平常都在家都要开这个间接光 然后还有投射光 跟更多的灯光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 我的化妆台化妆桌 然后这个是我的化妆衣 紫偶射的我超爱 是我朋友送的小屋里 然后你们看这个 是我跟师傅坚持一定要满足我女生的一个梦想 你看我的饰品柜 我的饰品其实很多没有放在这里 因为这里放不下一些大的环 可是我就坚持要在有限的空间做一个玻璃的层 就是隔板 那我可以看到好像有独有饰品柜的感觉 然后下面这个也是我特别跟师傅指定要的 我刚才说我一定要有一个专属棒 电棒卷跟梨子夹的地方 只是我当初可能应该要再用长一点 它现在有点突出 我跟你们说本来这整面的电视墙 都是要用原本就是科技版 后来就是想说 就是gain一下 就是选KD版好了 比较美 那KD版也比较好去捣角 去磨 因为它没有科技版那么硬 然后后来我又很想要 因为我很想要满足我 对吴亦峰的想象 我其实很喜欢吴亦峰 所以我有选择白色烤漆 只是白色烤漆不好过 你看这些抽屉都是我选择的区块 因为白色烤漆它比较容易去弄伤 或是有那个痕迹 所以自己要很小心 然后这一面 我的电视墙是用KD版写木纹的 我本来是要刷油漆 刷绿色的油漆 就有点想要绿意盎人的感觉 可是这样我家里会太多颜色 所以后来选择用鞋木纹的 也很感谢师傅 就是他建议我的 就建议了之后他说 啊鞋木纹的很难做 我说你都已经建议我了 我就决定要这么做 然后我觉得搭起来还蛮漂亮的 然后本来我的电视柜 这个是镂空不是落地的 后来我说我要落地 然后这里有做导教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升降桌 这个升降桌是HOLA买的 我挑了很久 我跟你讲我家桌子很难选 你们知道为什么桌子会这么难选吗 因为我家没有地方放餐桌 你们有发现吗 没有地方放餐桌 我就没有地方可以抛着吃饭 可是吃饭我又不想要凹着身子 所以我又不可能一直坐在化妆台这里吃饭对吧 所以这里必须融合我吃饭 然后办公还有休闲娱乐都要在这里 那为什么桌子要买到这么大 因为升降桌这个已经是 我觉得买到算很小的大小了 不然的话你订披萨 披萨是放不下的哦 这个升降桌我觉得很好用 就是使用起来 我觉得手感很好很方便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 我超超超超级喜欢的沙发 我跟你们说我整个家里最喜欢的家具 就是这一组沙发了 因为当初我家空间有限 可是我很坚持 我要一个做起来深度够 然后材质上也是要是 软硬度也是要是我自己满意的 因为我很多的时间都会窝在这个沙发上 不管是办公用餐也好 所以我沙发不能太软 但又不要太硬 所以包括这个深度 你看宽度 我找了很久 根本就找不到深度跟宽度 都可以符合我需求的 所以我就直接去定制 而且定制的好处就是 你看这个 完全就是跟这个墙壁 这个尺寸都是我良好的 跟他们讨论好的 深度也是 而且我非常聪明 他们自己讲 我跟他们说 我不要这边的扶手 我不要这边的扶手 我就坚持我不要这个扶手 结果家具进场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超聪明 他们也觉得 天哪 真的就是不要扶手 你看不要一边扶手 我这样走进来 这里又可以再做一个人 就是这边 又不会被扶手挡住 又很省空间 然后又有贵妃躺义 我在这里躺着也没问题 我真的超爱 而且是我最喜欢的紫藕色 粉藕色 真的很美 好 这是沙发的部分 接着带大家看 我很喜欢的拉门 我跟你说当初为了这个拉门 是我最后最犹豫的部分 我到底要不要用拉门呢 因为我觉得我家空间不大 用拉门的话 好像会让空间更狭小 可是我还是想要区分一个公领域 跟私领域的感觉 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用了这个拉门 你看我是跟设计师讨论 我是选择长红玻璃加上灰波 灰波 我很喜欢灰色系的东西 灰波就不会太透 然后这样综合起来 这面拉门就很轻 然后也很漂亮 我睡觉的时候会把它拉起来 或是我看电影的时候会把它拉起来 对了我化妆会开这个灯 化妆灯 好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卧室 我就是坚持我的卧室墙面 一定要是粉偶色 而且带灰 带灰色调的那种粉偶色 是我最爱的 你看 然后配上这盏吊灯 是不是真的是超迷人 这盏吊灯是我在淘宝买的 它价钱蛮便宜 可是质感非常好 然后厂商送的灯泡有 是三色灯 分别有白光 黄光 太阳光 因为我的床 一定要可以承载 一个很好的床垫的重点 然后我要一个很好的 仙床的五金 对因为五金件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仙床 里面要可以放很多东西 可以长期使用没问题 就是选择定制就对了 因为他们使用的东西也是比较好 然后包括这个布料 这个材质 都是我选择 我当初就是看到一些照片 我就觉得粉偶色 配上灰色 超美啊 所以我就这样搭配 然后这个床头柜 是我在虾皮买的 这个虾皮的货 好像是从淘宝运过来的 然后三千多块吧 我记得 我觉得CP只算OK 跟我的床这样子搭配起来 我觉得可以 好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整面的衣柜 超美的 我跟你讲 我很爱这个衣柜的颜色 这个衣柜你们这样有点看是灰色 对不对 但是近看 它是有点你看布纹的 有点沙 沙纹布纹的感觉 真的很漂亮 我很喜欢 那衣柜里面 就是很多的衣服 有主持工作洋装 还有外出服 等等 包包 会放在里面 就不特别打开给大家看